那你觉得它跟它之前的那些系列 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一个是 其实按照这一季来说的话 第一个区别可能是色彩整个柔和下来 那这个也是我觉得 你看很多品牌在这一两年当中 它的色彩都会逐渐趋于柔和 因为色彩是一个传递情绪的一个工具 所以它传递的是一种比较治愈的 让人放松的这样一种感受 包括我们看到它虽然是基础的版型 很大扩形的西服或者是大衣 但是它的整个的松量 包括它裤子 我们要留意它的裤子 其实都是很放松感的 所以它整体传递的感觉是让人治愈 让人放松 很日常这样一个概念 整个色彩开始进入到这种宝石蓝的颜色 然后更用色彩去 它会去用色彩去体验一个 就是让人感受到一个一天当中 日常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变化 可能宝石蓝的颜色更象征着黑夜 或者是傍晚的颜色 这场秀我在看的时候 我一直在注意的 目不转睛的就是它颜色的这种组合和搭配 非常高级 你们去注意它的大衣 它的内搭 它的上衣内搭 它的裤子 包括它袜子的颜色 它鞋的颜色 每一个色彩的变化 都在一个色阶之内 但是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所以整体呈现出来的感觉会非常高级 包括出现了大量的半透明的这种打底 其实对 我想说的是 在这场秀当中 我们有一些影子也可以看到 像是上一季Serval Hunt的那个感觉 很多半透明的打底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很多品牌 它们慢慢都走向了 像是同一个方向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因为大家的灵感来源 都是现在当今的这个时代 所以对于更放松的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是更多元 更兼容的一种服装的作用 这个是不是我们当下的人 是一种普适的一种需求 这一季颜色我其实非常喜欢 会选择这场秀奖的原因 也是因为 我首先第一眼看到 我会觉得非常舒服 然后它的颜色很高级 款式很实用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可以借鉴的地方 对 是 我非常喜欢这种人字泥的面料 非常的给人一种很 有男性的感觉 然后也会感觉很专业 很自博 对 很有细节 因为它的纹理很漂亮 这件蓝色 宝石蓝色的西装的 它的内搭可能是 也是这个系列当中 唯一比较复杂 比较精致一些的这种单品 是一件完全透明的一个内搭 然后它上面有一些手工的刺绣 好像在这个模特有点印象 在Course当中见到 见到过她 这就是我喜欢 最喜欢的一个女演员 对 英国 英国的 她是英国女演员 Shahler 对 Shahler Rumpeling 她年轻的时候 非常叛逆 然后 就是非常漂亮 当然她现在这个年纪的话 我非常喜欢 她现在的这种 整体 给人的那种气质和感觉 所以她作为了这场秀的一个压重 因为我之前看过 阿弥的一些服装 就是风格还是挺不一样的 你觉得这场秀跟之前 她之前的 更加诚实感一点 更都市感 对 就是 扩形没那么宽松 也没有那么 好像没有那么柔软 是吧 对 那个材质上也 不是这种 这么 这么这么 闲散的那种感觉 对 这么柔软的这种感觉 对 其实我会觉得 她之前的那些 感觉的款式 会比现在更有特点 你会觉得吗 就她现在 她这场系列的话 给人感觉特点在减弱 因为我确实觉得 有一松了汉的影子 就上一季 有上一季Course的影子 然后有Lamaha的影子 但确实她这些服装 她卖的非常好 她现在全球300家零售店 300家以上 很实用 可能设计师喜欢这种风格 她觉得找到了家 对 她自己就这么说了 是吗 对 她自己给自己 找到了Family和Ami 对 Ami 对 她自己给自己的定位 就是她这场秀 她认为这是她的第一场秀 因为她经过十多年的 这种经验吧 然后终于慢慢寻找 找到了她自己认为的 最符合她品牌调性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吧 就是一种 比较放松的 这种现代人的 这种应对外面的那种 世界的一种感觉 对 还有一点 其实我想说 那个 就是你看这些款式 你仿佛觉得每一款你都有 但是她又 不一样了一点 你知道吗 所以她都是基本款 很 基本的那些 扩形 然后很简洁 她要是不加上几款的颜色 在那个身上提亮 就她做成那个one piece 还有那个就像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这场秀 这场这个款式 就作为秀服来说 就掉下去了 你知道吗 我实话跟你实说吧 我觉得 我觉得她这场秀怎么讲呢 挺商业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 她是那个 集众家之所长 就是整个服装史上面 有一个概念 就是那个概念叫 桑切风格 我当时觉得 哇真有意思 我跟你说 这个桑切是什么风格 桑切就是相当于那个 就像西班牙那种批发一条街 但是呢 她是这样 就是说 她好像八十年 她其实那条街 最早的时候 是上世纪就有了 那条街不是很长 一直干批发 干服装批发 但是大概从八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之后吧 起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服装 她发生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变革 原来都是高级定制 然后比较小众 时尚是为这些人服务的 但是后来时尚 她需要平民化了 平民化之后 然后那普通人 我们也要时尚 然后而且是要 我们能够接受的价格 所以桑切那些批发 一条街 就诞生了一些品牌 然后比如说 现在咱们特别熟悉的 像Santo Marsh这些品牌 其实就很像 阿蜜这个感觉 就你说她时髦 她时髦 然后呢 她极重价值所长 然后你知道吧 但是呢 她可不是完全超 她又在这个 极重价值所长 就是说她不做那种 很大的那个变革 比如说像那个 让包高窃那种 我不怕 我不玩那些 我不怕腻 我也不是 但是 我绝对优雅 然后呢 我在细节处 我做设计了 我不是一个完全的超 虽然 我大扩型 是很多大的品牌 他们沉淀下来东西 但是我在这上面 我把它成一化 然后我一定 把价格降下来 所以这些品牌 这是桑切时代 就是诞成这些 我觉得她其实 就这种感觉 其实我并不觉得 像阿蜜 或者说像Santo 或者是Sandro 这些品牌 有什么低人一等的感觉 完全不觉得 而且我原来就经常买 我觉得他们 做的非常时髦 很漂亮 甚至于比那些 大品牌还时髦 我是觉得 然后因为我觉得 这个东西 它有这样的一批品牌出来 这就是时代的发展 但是我觉得 这种品牌 和那种纯copy的品牌 可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它不是一回事 所以就是 时尚的平民化 会带来很多 应运很多新的风格 和新的品牌 永远都是会这样的 时尚一直会在转 然后时尚受大的 环境的影响 受时代的影响 受技术影响 甚至于受战争的影响 然后我们的需求变了 我们的精神需求变了 就会不断的 有崭新的品牌 应运出崭新的风格 然后符合大众的需求 行了 还说什么呀 都没了 结束了 结束了